欢迎收看天津女排赛事报道 本板块由中国人寿特约播映 今天上午 新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在广东江门打响 揭幕战上 广东女排以3比0击败河北队 拿下了开门红 为了打好明天与广东队的赛季首战 天津博海银行女排主帅王宝泉指导 也现身赛场观察情况 今天上午9点 天津博海银行女排 来到江门体育中心的健身器械区 开始了力量训练 在密集比赛正式开始前 抓紧时间做好体能储备 巩固肌肉力量 这对天津队来说 无疑也是相当重要 十点整 天津队的训练临近尾声 而此时广东女排 与河北女排的联赛揭幕战 在比赛馆正式打响 保全指导和助理教练包壮 一起出现在看台上 为明天与广东的比赛做着准备 比赛的结果没有意外 广东队3比0顺利过关 广东队主教练方言 给了几乎所有队员出场机会 首次加盟球队的美国外援 罗宾逊也表现出了不错的状态 特别兴奋 特别开心能够再次打上排球 因为也挺长时间了 很享受打球的感觉 还不错 大家比较重视这个比赛 赛前我们跟他们讲了 不管对手强弱 首先要尊重对手 尊重对手也尊重自己 所以说整个效果来看还是不错 因为是第一场球 在这大馆里头也是第一场 还有很多的可能自身失误多一点 但是总的来讲 在精神状态 包括一些技术环节上 还是不错的 上个赛季 广东女排在科舍列娃 和拉巴特杰耶娃 两名外援的带领下 一举进入四强 其中科舍列娃 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本赛季 拉巴特杰耶娃继续留队 罗宾逊则取代了科舍列娃的位置 相比科舍列娃 罗宾逊的技术更加全面 特别是她的下三路能力相当过硬 她的加盟不仅保证了球队的攻击力 同时也让全队整体 更加趋于遵守平衡 串联更加细腻稳定 她是一个很全面的队员 而且很快的融入 她只有我们跟我们合练了 大概也就七天 一个星期至十天那样的 她的融入度 而且跟队员的交流 包括她场上的责任 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整个的场上来讲 都是外来队员比较多 而且年轻队员比较多 像孙燕 王文涵 包括郭慧珍 他们都是第一次打联赛 所以说有他们两个外员的保证 对他们年轻队员可能会好一些 容易一些 明天 广东队将与天津队交手 这也被视为新赛季开始后的 第一场强强对话 因此备受关注 面对未免冠军 广东队倒是表现得较为轻松 因为比赛还比较长 而且是第一轮第二轮的比赛 都是每个队都要碰的 所以说这也当成一个 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我们会全力的 但是呢 就是还有很多的比赛 这是其中的一场 明天肯定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 我和队友也没有在一起配合太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都会尽全力去拼 如果拼的话 我们也是有机会的 值得一提的是 罗宾逊与朱婷 此前曾同在土耳其瓦基夫银行队效力 两人既是队友 也是好朋友 此次在中国联赛的赛场上 即将作为对手遭遇 罗宾逊也是给予了朱婷极高的评价 朱婷是很棒的运动员 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 他很难对付 但是我们还是会尽全力和他们拼的 有罗宾逊和拉巴特杰耶娃 这样高水平外援加盟 上赛季进入四强的广东队 对于新赛季依然有着较高的期待 目前困扰他们的最大问题 是全队磨合时间不足 相信随着比赛的深入 广东女排会拿出越来越好的表现 我们有两个很好的外援 全面性的外援经验也比较多 但是我们用我们的劣势 就是一个时间不够 这个核练的配合的肯定是有问题 再也有的年轻队员有太多 是第一次打联赛 在经验上 在把控上肯定会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的目标 还是做好自己 把我们自己的水平打出来 完了以后争取最好成绩 我们主要也是争取先进前四 再尽量比去年更进一步 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队员 肯定也都会尽全力去打 天市体育记者孟凡强 刘莫辰 发自广东江门的报道 感谢观看